以斯拉纪四章六到二十四节 在亚哈瑟鲁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由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薛西年间 比诗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 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神长力宏、书记、身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 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 神长力宏、书记、身帅和同党的抵拿人 亚发萨提加人、塔比亚人 亚发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 书山家人、底盖人、以兰人 和尊大的亚斯纳巴索迁移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并大和西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奏亚达薛西王说 河西的城名云云 王该知道 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 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助力根基建造城墙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 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 终究王必受亏损 我们既实欲言 不忍见王吃亏 因此奏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 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 与猎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 其中常有悖逆的事 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之 这城若再建造 城墙完毕 河西之帝王就无份了 那时王御父神长力宏 书记身帅和他们的同党 就是驻撒玛利亚 并河西一带的人 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上的本 我已经明读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查考 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猎王 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从前伊路撒冷也有大君王 同管河西全地 人就给他们进贡 交客 纳税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这些人停工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 你们当谨慎 不可迟言 为何容害加重 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誉 独在力宏和书记身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往伊路撒冷 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逼他们停工 于是在伊路撒冷神殿的工程 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市第二年 我们一起为正道和听道 祈求圣灵的帮助 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将自己的心 恭恭敬敬地交托 仰望在你的圣手之中 求你洁净 愿你的圣灵 今天保守众人的心思意念 无论我们讲的还是听的 你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 得力量 得安慰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 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亲爱的天父 我们将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 陆雪涛实际传道 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 愿你赐给他当说的话语 愿你的圣灵 切切实实地与他同在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 陆雪涛实际传道 他正道的题目是 万古长夜 盼主恩 好的 感谢主 首先问候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 以色拉记第四章剩下的内容 那么为了更好地清楚来了解 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 我先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前几章经文的历史脉络 那么在以色拉记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记载了当犹太人 贝鲁七十年之后 耶和华神亲自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让他颁布诏令 云众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 并且来为耶和华重建圣殿 同时我们也看到 神也激动他百姓的心 于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在索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带领下 所有愿意回归的人 一行大概有五万左右的人 第一次归回了耶路撒冷 那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们首先恢复的是 在上帝面前的敬拜 接着他们各自分工 彼此搭配 同心合意来重建圣殿 我们看到很快就立定了圣殿的根基 回归的百姓 他们也为着这一位信使 满有怜悯 和慈爱的上帝 在他们中间的作为 而彼此唱和赞美称谢他 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赞美的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勇发慈爱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经历了七十年 被鲁知苦的犹太人 我们说他们的信心 被重新的恢复和建立 他们忧伤的心 再一次被重新振奋 失去的意象 又重新被巡回 他们再一次经历了 这一位圣约之主的良善和慈爱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实在看到了 耶和华神 他的确是那一位天地的主 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 是掌管君王心的主 是以良善和慈爱 恩待他百姓的主 当我们读到 读前三章经文的时候 我想 我们的心也会被大大的振奋 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 对他的敬拜和赞美 我们或许对我们所处的 艰难的环境 又有了可以面对的信心 然而我们看 进到第四章 整个历史的旋律 整个历史却进入到了 另外一个旋律里面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 回归的百姓 在建殿 建造城墙 以及整个回归重建过程中 所经历的各种的诱惑 挑战 艰难和逼迫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我们过去 两年的信仰生活 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实质 也是这样 不仅有得胜 还充满着各种的诱惑 挑战和艰难 那么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 经历了各种的艰难 我们有过迷茫 我们有过灰心 我们也有过绝望 我们甚至到现在 我们还仍然看不到希望和出路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今天借着这一段信息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 他仍然是那一位掌权的主 他仍然是透过各种显明的恩典 与他的百姓同在 我们来一起在主面前 来献上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 我们也感谢你 招聚你的儿女 使我们一起围绕在你的 世恩宝座台前 我们可以来敬拜你 我们可以来侍奉你 我们也可以来 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 求你特别的看顾保守 今天上午在你面前的聚集 求你特别的施恩给 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 可慕寻求你面的儿女 我也特别的把以下 在你面前分享话语的时间 以及分享话语的我 向你交托 主啊 愿你扶持我 愿你加力量给我 也愿主的圣灵 在各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借着你的话语来做工 使我们的生命 再一次的备主来 重新的建造 也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 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你面前 生命当中的问题 好使我们能够 靠着你的恩典 及时的向你回转 愿主帮助我们 赐福给我们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 祷告祈求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灵 阿们 那么我们首先来 那么上个主日呢 我们吴武卿传道 在我们中间他分享了 四章的一到五节的经文 那么在这一部分的经文呢 他主要讲到了 重建圣殿的工程 受到了拦阻 那么拦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归活的领袖 他们拒绝了当地人 要参与建殿工程的请求 由此引发了他们 引起了他们的愤怒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各种的扰乱 那么四章二十四节呢 原本是应该跟着第五节的经文 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那么这个完整的事件 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工程受到拦阻 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网大流逝的第二年 那么这个工程一停 停了大概有十六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四章 六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呢 它是以色拉在叙述完 圣殿受阻的事件之后 插入两件 后来发生在亚哈随鲁 还有亚达学习网年间 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是描述了以色列的敌人 是如何透过各种方式 来继续阻挠他们归回重建的工作 那么这一部分 不过从写作的手法上来看 它属于插序的内容 那么这种写作手法呢 也是古代史书 常见的写作手法 那么以色拉他透过插序的方式 为当时的读者呈现出 一个完整的历史角度 让第二次归回的百姓 明白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和各种逼迫 并不是一次个别的事件 而是有着历史的渊源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所以四章的一到五节呢 它围绕的是圣殿重建的拦阻而展开 六到二十三节呢 是围绕着圣强重建 所受到的拦阻而展开 那我们首先来看 以色列的仇敌 在以色列百姓重建圣强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做了什么 如果我们留心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搞破坏 是掐着一个时间点来集中搞破坏的 那么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都是选在新国王登基的时候 或者新国王把国内的政局稳定的时候 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 在大流士登基的时候 雅哈随鲁登基的时候 雅达薛西王年间 我们说为什么他们都选在这个时候来搞破坏呢 那么这跟波斯帝国 他们当时的治理政策是有关的 波斯帝国呢 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波斯王居鲁士 他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 就奇迹式的打败了所有的国家 甚至打败了当时最强帝国 巴比伦 因为它是快速的扩张 迅速崛起的国家 在他得到天下的版图之后 他统治的根基不是很稳步 那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呢 居鲁士他就想到了在政策上要做出调整 他改变了以前亚述网和巴比伦的统治政策 因为亚述和巴比伦 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 他们每打败 每次打败一个国家 他就把那个国家的精英掳走 让他们都散居到不同的地方 从而达到 从民族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 来通话和稀释 从此来减少他们对于自身统治的威胁 那么在今天 我们也会在一些地区 仍然看到这种统治的手段 而波斯帝国做出调整后的政策呢 他正好相反 他们是用宽容政策 来达成他们的统治目的 为了笼络民心 每一位新登基的国王 都会以宽容政策来扶持 各个殖民地区的人们 包括在经济 宗教 文化 等等各方面 给他们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 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呢 他们很会抓时间 他们知道 只要有新王登基 这个宽容政策 又要再一次实施 所以他们赶快会买政客 透过上书来控告 检举犹太人 为的是构陷他们 让王误以为 犹太人真的有问题 从而得不到宽容政策的支持 甚至带来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那么如果他们上书成功 盲听了他们的建言 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 重建圣殿和圣城 那么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会很意外地发现 这些以色列仇敌的继母 他们每一次还都能得逞 那么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以色列仇敌的继母 每一次都能得逞 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这些以色列的仇敌 他们深知王的心 他们知道王最惧怕的是什么 王越担心什么 仇敌越容易 在王所担心的那一方面 来做文章 那么对于亚达学习网来说 什么是他最惧怕的 我想对于每一个帝王来讲 他的统治地位 可能是他最惧怕的事情 那么根据同一时期 一些史料的记载 亚达学习网统治年间 中东地区一直有叛乱的事情发生 一开始是埃及的叛乱 平定埃及的叛乱之后 波斯的叙利亚总督也叛乱 所以仇敌正好选在这个时间点 来控造犹太人 他们控造的焦点 就是围绕犹太人 会如何如何威胁到 波斯王国的统治 比如在十三节中说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 就不再与王进贡 交客纳税 终究王毕受亏损 十五十六节里面记者说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路 必在其上查知 这城是反叛的城 与猎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 其中常有悖逆的事 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之 这城若在建造 城墙完毕 河西之地就无缝了 我们看到仇敌 他在这里是以夸大 恶意揣测 捏造事实 偷换概念的方式 来构陷犹太人 仇敌为了死亡 更容易相信 事态的真实性和严重性 他们发动 河西一带地方的人 以人民的名义 联名上书 上本奏告亚达学习王 同时也提议亚达学习 考察先王的实路 了解犹太人 过去背叛的历史 来说明犹太人 的确是有叛乱的传统 来作证 今天这些人修城墙 就是为了下一步 叛乱来做准备 那么亚达学习王 他也通过考察先王的实路 果然发现 犹大国在西西加的时候 曾经背叛过亚述王 萨曼以色 约亚晋王的时候 曾背叛过巴比伦王 宁布贾尼萨 那么这些犹大国过去 背叛的黑历史 使亚达学习王更加确信 他的这些波斯朝城们 他们的上书是真实的 犹太人真有叛变的意图 真有颠覆的倾向 于是亚达学习王就下令 犹太人停工 二十一节说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这些人停工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 于是他们就急忙 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 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弟兄姐妹 当我将整个事件 介绍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冲突 什么冲突呢 就是当上帝的百姓 他基于自己的信仰 来回应上帝 所给他们的使命和呼召的时候 却往往会被仇敌 解读为要叛乱 要搞政治 那么在以色拉纳的年代是如此 在今天的时候 也是如此 对于我们来讲 不加入三字 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不认可新的宗教条例 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不登记 不报备 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以福音和圣约来养育我们的子女 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而这一切基于我们信仰的决定 得到的是什么呢 是被勾陷为在搞政治 被定为非法组织 被合法的取缔 甚至被逼迫 被打压 那么在过去几年 许多的家庭教会 都在经历这个冲突 最近我又听到 有上海的家庭教会 也被非法取缔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该如何看待 这些针对基督教会的 打压的事件呢 我们会发现 发生在近几年 针对教会的打压事件 它并不是个别的 独立性的一个事件 而是有着 深远的历史渊远 是有着根深 蒂固的问题的事件 所以到我们去回顾 中国家庭教会的 家庭教会史的时候 甚至我们再往大的回顾 我们回顾整个基督教会 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找到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 不同冲突的焦点 和原因 可能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有文化 宗教方面的原因 甚至其他的原因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 更高 更超越的眼光和角度 来追捧溯远 看到这些表面 不同原因所造成的冲突背后 哪最根本 最实质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 我想带领弟兄姐妹 先看一处的经文 那么撒加利亚是 与第一次 贝鲁回归的百姓 同时期的先知 那么他在撒加利亚书 三章第一节 他是这样记载的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 约书亚站在 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 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这里的约书亚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 经文里面的 约书亚 这里的记载 明明地告诉我们 这些发生在 贝鲁归回 百姓重建过程中 眼睛所能看得见的冲突 他的本质上 是撒旦 对于他百姓的抵挡和攻击 那我们也可以说 在我们眼睛可见的领域中 发生的冲突 发生的 是指向一个更高的 更古老的 眼睛看不见的 属灵领域的冲突和争战 就是撒旦的国 与上帝的国的争战 是撒旦的仆役 与上帝百姓的争战 那么这是今天 我们每一位 活在末世 处在 征战的 环境当中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要有的一个 最基本的认识和方便 那我们认识到 这是一场 属灵的征战 对于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提醒呢 我想 第一个提醒 就是 虽然撒旦会借着 那不认识神的人 来抵挡 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这些逼迫我们的人 他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不是我们 征战的对象 他们是我们要传福音 要怜悯的对象 同时呢 我们不是用 熟血气的方式 去回应那 逼迫我们的人 我们不是以辱骂 还辱骂 不是以暴力 怀暴力 我们而是要 在基督的福 在基督福音的恩典中 来回应他们 无力的刁难 甚至对我们的逼迫 在彼得前书 三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说 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恐吓 也不要惧怕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 以他为主 常常做好准备 去回答那些 问你们 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 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 来回答 弟兄姐妹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意味着我们要靠着 属灵的武器去征战 同时呢 也提醒我们 并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 可以来征战 而是我们要依靠 那一位得胜的救主 因为他曾经 已经替我们征战 并且得胜有余 那么对于今天 我们处在这场属灵征战中的 弟兄姐妹来讲 我们唯有深深的来依靠 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 我们才能够在福音的恩典中 得胜魔鬼的轨迹 若是离开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征战的力量 更抬不上 在征战中得胜 若不是在基督里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失败者 所以 求主来帮助我们 可以常常地藏在基督里面 可以常常靠着他的恩典 来刚强 来征战 那么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和分辨 看到这场属灵征战 它遍及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 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领域 并且 这属灵征战 会伴随 基督徒的一生 直到我们在建筑的时候 我们看到撒旦 他会不断地借着一些轨迹 拦阻基督徒 履行 他们在上帝面前 所领受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 比如 仇敌会把这个打扮装束的 如此美丽的世界 显给我们看 想让我们现于网络 想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 它可能会让你觉得 追求这地上的事情 才是今生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情 它可能会让你不断地追求 沉溺 享受在自己 颜目的情欲中 肉体的情欲里面 并且今生的骄傲当中 从而使你忘记 上帝 给你的那神圣的 属天的呼召和使命 这是 仇敌的一个计谋 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 他也会透过各种的方式 来不断地向我们表明 跟随主会带来危险 会带来损失 甚至 带来很多的苦难 让我们在信主的事情上面 产生顾虑 惧怕 退后 使我们不再回应主的呼召和使命 我们说这两个呢 这两个是 在今天 撒旦普遍使用的轨迹 一方面 他用这个世界的温柔乡的假象 来诱惑 来掳掠上帝的百姓 一方面呢 他又用谎言 用暴力 用逼迫 来抵挡 威胁上帝的百姓 我们的心 每天都会接受 到来自这个世界的诱惑 尤其是在教案之后 仇敌更是借着外在的逼迫 让我们感受到 信主 原来是真的要付出代价 信主 原来是真的要经历许多苦难 他会让我们觉得 信主怎么这么苦 在我们感觉很苦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递来 从这个世界而来的糖衣炮弹 他会告诉我们 哎 信主 不一定是你的全部呀 你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去追求吗 你生命的安慰 也可能是在爱情当中 也可能是在亲情里面 也可能是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不妨可以换个思路 去想一下嘛 也没必要这么死板和执着吧 他也可能会说 你生命的保障和安全感 哪里是在乎那看不见的上帝 还不如 眼睛能够看得见的 手能够摸得着的金钱 房子 来得是在哪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看到仇敌 今天针对主的教会 在你我生命当中 各种的轨迹吗 我们有没有看到他 在你生命中的 谎言吗 无论是世界的诱惑 还是 逼迫 无非都是想让我们远离神 无非都是想让我们 不信靠他 不跟随他 所以在这里 首先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样一个 复杂的世代里面 我们有最基本的 树林的封辩能力 和最基本的 精心的心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 来形容第四章的色调的话 我想我会使用 长夜漫漫这个词 因为在整个四章 所记载的 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 回归的百姓 他们始终 在经历仇敌的搅扰和压制 甚至我们看到 这种搅扰 也真的导致 圣殿重建的工程 停工了 并且停了长达16年的时间 我们到后面 尼西米记 我们也看到 他们重建起来的城墙 被拆毁 因着仇敌的搅扰 被拆毁 城门被火封烧 回归的百姓 遭了大难 受凌辱 到这里我们可能 不仅会问到 这个时候 上帝去哪了 上帝究竟是否 真的与他的百姓同在 不过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 他为什么会 对他百姓所受的苦 置之不理 为什么他会允许 他的工作 受到如此的拦阻 那么以色列百姓 所经历的这一切 仿佛都在说明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上帝 真的忘记了他的百姓 那我们要问 上帝是真的忘记了 他的百姓吗 显然 他并没有忘记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 上帝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 他仍然 以那细微 以那微小的恩典 来代理他百姓 盼望 我们在周六预查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的同工就注意到 以色列的仇敌在 居鲁市 大流市 亚哈 亚哈随鲁王的控告 没有了下吻 没有了任何的结果 而其他三位王 他们都不同程度的 做出了指示和回应 当时童工就提到了 这个观察 那我们就想到 这里面最有可能的原因 是什么呢 为什么围堵 亚哈随鲁王 他收到了 他收到了 对以色列百姓指控的书 但却没有任何的下吻 难道他不怕 他们谋反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说提到 亚哈随鲁王 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是谁呢 如果我们熟悉 以色贴记的话 我们想 我们能够想到 以色贴和莫迪改 以色贴是谁呢 以色贴她是 亚哈随鲁王的王后 在哈曼社纪 要除灭波斯各省 犹大人的时候 神曾借着以色贴 和莫迪改的手 拯救了犹大人 所以当仇敌上书 再一次上书控告 犹大人的时候 之所以没有下吻 我们想 这跟以色贴和莫迪改 不无关系 那么我们说 这是上帝的恩典 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四章的二十一节的经文中 亚大学习王 亚大学习王赋予说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这些人停工 是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止 我们注意王在这里 他说了一个词 说 等我降止 但是我们如果往后 在考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直到尼西米回归的时候 亚大学习王 也没有下指 我们说 这一个指控 也没有任何的下文 我们说 这是神的恩典 那么在这两处 不明显的恩典 这两处不明显的恩典 是什么呢 它与我们 往常所理解的恩典 好像有所不同 那么这两处的恩典 是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个恩典就是 上帝他为邪恶 划定了一个界限 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 为恶划定界限 也是上帝彰显 他恩典的方式 我们对于恩典 习惯性的一个思维 一般都是属于 家法的思维 就是我如何 蒙受了上帝的赐福 而从上帝得到了什么 那么对于这样的恩典 我们会很容易发觉 同时呢 我们也会很容易 在他面前向他感恩 这也是我们经常 所期盼的恩典的形式 就是从上帝那里 获取更多的祝福 而我们几乎很少 能有减法的思维 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上帝的保守 虽然我被剥夺 但是我却没有失去的那么多 虽然我在经历 我的经历很苦 但跟别人比起来 却没有那么苦 虽然我的生活很艰难 但因着上帝的保守 我至少还有健康 虽然我的健康也没了 但因着上帝的保守 至少我还活着 我们总是可以 在我们的生命中 看到上帝恩典的记号 不只是透过加法 也透过减法 就像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 虽然已经被停水停电 四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仍然很感恩 为什么感恩呢 他昨天说 他感恩我还活着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 艰难的世代活着 这本身就是值得 我们感恩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上帝 与我们同在 的一个恩典的名证 那么在过去 我们所经历的 种种的艰难里面呢 我这里指的是 被搅扰的艰难 我们看到 大多数我们的同工 和弟兄姐妹 所经历的都是 被看守 被跟踪 被约谈 再严重一点 就是堵锁眼 那么到目前最严重的 可能就是 停水停电 可能我们在经历的时候 觉得 哎呀 这一些已经是 难以承受的 难以承受的 重担了 但是我们若以过去 在历史历代 那些为主 受苦的圣徒们 他们所承受的 苦难来比 我们所经历的 这一些 实在 是算不上什么 之所以那更大 更艰难的苦难 没有临到我们 我想不是因为 我们勇敢 他们不敢动我们 也不是因为 我们低调 他们看不见我们 我要说 实在是因为 上帝 他已经为恶 划定了界限 因为他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顾念 我们生命的奔向 他不将我们 所承受不了的重担 加留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所受的苦 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我们能够承受 这一些的苦难 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因着主的恩典 他也没有把那 更大的艰难 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 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呢 当你抱怨埋怨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上帝的恩典呢 同时弟兄姐妹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 在主的教会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数算 上帝 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呢 自从教会发生之后 我们现在来一起 有一些简单的数算 看看上帝 他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他究竟是否 与我们同在 我们说 自从教案发生之后 除了前几周 我们整个教会 处在很混乱的状态里面 我们的主日聚会 是封散的 甚至是没有的 但是除了前面几周之外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主日聚会 圣道的传讲 从来没有停过 后来我们也看到 教会陆续恢复了 洗礼和圣餐 我想 这是主的恩典 我们再来看 当我们的牧师 长老同工 被抓进去的时候 上帝及时的 给我们预备了 成标牧师 同时呢 又在我们教会当中 他又预备了一批 一批人起来 能够来继续服侍 我们说 这是主的恩典 在过去的两年 教会极其艰难的时候 上帝仍然把许多 得救的人数 加留我们 我们也看到 有那么多 圣约孩童的出身 我说 这是主的恩典 当弟兄姐妹 经历各种的搅扰 艰难 疾病 痛苦的时候 上帝 他却借着 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使我们的生命 被更新 我要说 这是主的恩典 当我们又看到 国度内的教会 弟兄姐妹 常常为我们祷告 为王一牧师 为德父长老祷告 他们挂念我们的近况 我们算什么 我们进了洛蒙 受如此的倦爱 我要说 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若要一一数算 主在我们中间的恩典 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恩典 我想给我们几天几夜的时间 也数算不完 但当我们更当感恩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为着在基督里的救恩 而感恩 我们有没有常常在主的面前 来思向主的救恩 向我 何等罪人 尽能蒙受 如此恩典 就如其恩典 这首诗歌里面所说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备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其义恩典 真是何等甘甜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借着 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 看得见 看不见的恩典 祂要提醒我们什么呢 祂是要让我们只是享受 祂所赐的这些恩典吗 我说不是 神要借着这些恩典 来提醒我们 要提醒我们在 逼迫当中 在艰难里面的弟兄姐妹 在绝望 在迷茫当中的弟兄姐妹 唯有祂是神 唯有祂是那位 掌管历史的神 祂是与祂百姓 同在的神 祂是那本为善 要向祂的百姓 用发慈爱的神 祂要借着黑夜 来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 使我们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前行 祂要操练我们在极其艰难的处境当中 我们是否仍然可以持守 向祂的忠心 所以对于当时回归的犹太人来讲 在遭遇拦阻之后 他们是否仍然凭着信心前行呢 他们是否仍然持守 向神的忠心呢 我们说 他们没有 我们从先知哈盖书的记载里面看到 以色列百姓当时的整个生命的状况 哈盖和撒加利亚 是与第一次回归的以色列人同时期的先知 他们在后来一起帮助回归的以色列领袖 带领百姓来重新的建造圣殿 在哈盖书的一章二级里面这样记载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第四节这样记载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第九节的下百节 这样说 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雇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谁 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的生命 不再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 而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他们不再是为着圣殿 重建的工作 来随时做预备 警醒等候神的时间 他们是在专顾自己的生活 并且自欺欺人地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 还没有到 但是上帝却提醒他们 说到第五节 你们要信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得多 收得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 将工钱装在破路的囊中 第九节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在家中 我就吹去 这是为什么呢 上帝透过他们生命当中 所经历的危机 所经历的困难 想要提醒他们 为什么你们的付出 与收入不成正比 为什么你们所追求的 你们所以为 那能够给你们带来保障的 却无法满足 你们的需要呢 却无法给你们带来 那真正的满足呢 为什么事情 总不能按照你所期待的 来成就呢 上帝说 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是耶和华的手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 以色列人呢 他们已经失去了 树林的敏感度 他们已经失去了 重新建造 重建圣殿的信心 他们在逼迫当中 失去了意向 在逼迫当中 失去了对神的忠心 这对于今天的我们 又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我想最好的提醒就是 告诉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艰难 困苦 很可能 也会让我们失去 那火热爱主的心 也可能会让我们失去 对神的信靠 失去 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和意向 失去我们在主里面的忠心 使我们不再敏感于 主在我们中间的带领和座位 在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关注 我们登录了多少坛的设备 可能大家也会注意到 我们现在的聚会 每一场的主日聚会 设备基本上是稳定在 二百三到二百四十坛左右 可能许多弟兄姐妹 都为此相当的感恩 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 这的确是一件 值得感恩的事情 但是每次 我看到之后 我除了感恩之外 我心里面 更多的是 莫名的忧伤和担心 为什么我会 莫名的忧伤和担心呢 因为我看到 这么多台的设备 它就说明一个问题 现在的弟兄姐妹 已经不那么可慕 在主里面 位格性的团契相交生活了 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在主面前的懈怠 我记得之前有会堂的时候 无论我们雷会堂有多远 我们都会在周六晚上早点睡觉 为的是周日早晨早点起床 能够早早的去教会 守主日不迟到 但是现在我们网上的聚会 在崇拜正式开始之后 登陆进来的弟兄姐妹 人数 常常只有一半 稍微多一点点 今天我看了一下 到正式开始的时候 登陆进来的 只有一百五十多台设备 还有一半的弟兄姐妹没有进来 那么在聚会期间 我也看到有的弟兄姐妹 她在一边刷手机 在一边听到 有的她一边听着到 心里面却想着 中午要吃什么 甚至我也 我也看到有的弟兄姐妹 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她穿着睡衣 坐着床上 盖着被子 在听到 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忧伤 因为我看到了上帝的百姓 在上帝面前的不敬畏 在上帝面前的不敬畏 在上帝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对待主日的呢 我想如果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 我们会看到 我们实在失去了 对主的敬畏 我们实在失去了 对主日那一颗恭敬的心 我们对待主日 都是尚且如此 那么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 又能好的哪里去呢 所以现在弟兄姐妹 对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的一生 就是一个朝圣的旅程 历史 就是一个上帝的预指 在逐渐实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我所能看见的有限 你我所能成就的也有限 而上帝今天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 所要求我们的就是向他的重心 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 的每一个层面里面 来向他衷心 就是在信心里送福 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 来相信他在你我生命中的掌权 在福音当中 能够来回应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处境 相信他有那更美善的旨意 那么我们今年 主日正道的主题是重建 在重建的过程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如果我们留意 我们会注意到 对于回归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回归之后 首先恢复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 他们首先恢复的是 第三章里面 我们看到是 恢复的是敬拜的生活 因为无论是个人生命的建造 还是一个圣约群体的建造 一定是根植于 对于上帝的敬拜 因为唯有在敬拜当中 我们才会不断地看到 那一位得胜大君王的荣耀 我们才会看到 他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 独掌王权的上帝 我们的心才不会 被这个世界的邪恶 所掠掠 所咬动 那么 唯有在敬拜中 我们会不断地确认 自己的身份 我是谁 我为什么活着 我今天活着的意义 是什么 我们才会 界定 我们的身份 今天这个世界 它要不断地 用各种的定义 价值 向来界定 我们的身份 我们个人也会 时常地愿意 被他们来界定 以至于我们失去了 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那么 唯有在敬拜当中 我们才能够 明白主的心意 是什么 同时在敬拜里面 我们得着 向主忠心的力量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 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 能够重新 被主来建造 最后我来用一位 牧者的劝勉 来作为我们 最后共同的勉励 什么是信仰的意义呢 信仰的意义 所在 就是在各种的艰难当中 依然凭着信心往前走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在还没有宗教自由的时候 靠着福音的恩典 成为灵魂自由的人 在还没有教育改革的时候 我们来展开教育自救 以福音和圣约来养育 我们的儿女 在经济形势 还没有好转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 以神为乐 在还没有公民选举的时候 我们先来学会做 天国的公民 在还没有事业成就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自己是谁 在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 你已经学会了 好客和款待他人 愿主赐福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 分享的时间 主啊 祈求你 能够擦亮我们树林的眼睛 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处在一场 那眼睛所看不见的 树林征战当中 求你不断地提醒你的儿女 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警醒 让我们能够穿上你所赐 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能够来挣扎 我也恳求你 来使我们的眼目转向你 到我们绝望的时候 到我们灰心的时候 到我们看不见方向的时候 到我们感受不到 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主啊 你让我们看到 其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实实在在 为我们预备了 许多的恩典 求你借着 那诸多的恩典 来安慰我们的心 主啊 我也恳求你 来帮助我们 我们虽然活在一个 很艰难的时期里面 我们的心会被动摇 我们的信心 时常的 感觉没有力量 主啊 我求你 仍然使我们在这 极艰难的 在这极艰难的时期 仍然可以向你 衷心 在每件事情上面 来乐意寻求你的 信仪 在每件事情上面 来靠着你的恩典 能够向主 愿你赐福给每一位 你的儿女 你的百姓 使我们一同 因着仰望你 因着敬拜你 我们的生命 再一次被你重新 来更强 被你重新来建造 被你来复兴 被你来使用 使我们可以在这 和艰难的世代 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的 祷告祈求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